方刚是武林大侠齐如风的弟子,他爹是齐如风的忠仆方程 在方刚小的时候,他爹因为救齐如风而遇难 临终前特地把方刚托付给齐如风 才能让出身卑微的方刚成了齐大侠的入门弟子 这也就引起了其他师兄弟的嫉妒 大家都看不起方刚,总欺负他,让他干粗活 但为了父亲生前的忠意,他都忍 齐如风有个女儿叫齐佩,可惜武艺不禁还很作 明依喜欢方刚,但总幼稚的仗势欺人 想以此引起他的注意 晚上齐夫人埋怨齐如风对女儿太苛刻 就一个娇娇女,就多纵了一下吧 齐如风却说感觉最近仇家都在针对他密谋什么 折眼他已经55岁了,准备在寿宴那天挑选个继承人 然后就封高退休了 他很看好方刚,更有想法把齐佩许配给方刚 齐夫人认可方刚的人品,但撮合方刚跟齐佩他可不太看好 与此同时,方刚再次听到师兄弟在他背后说坏话 想到师兄弟不和睦,将来共事也不开心 不如就此离去闯荡江湖,或许还有一番作为 于是方刚流出一封,就离开了山庄 哪只小师妹齐佩看到他离开 马上叫上那两个狗腿师兄一起拦截 方刚不想与他们争执,但齐佩等人不依不饶 咄咄逼人,倪人也有三分脾气 方刚被激怒,不过三招就击败了狗腿师兄 齐佩见方刚转身就要走,上前也要较量 方刚宽恕他年少无知,不愿计较 但还是控制不好力度,把齐佩推倒在地 齐佩拔出刀在地上耍赖,方刚失效 无奈上前拉起小师妹 没想到作惊齐佩突然发难,直接挥刀向方刚砍去 方刚一时不察,就这样,硬生生被砍下手臂 众人都吓坏了,没想到金刀那么犀利 方刚痛得刺牙咧嘴,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个女人 但他还是忍住了,亮亮呛呛呛地离开 方刚离开不久,师傅齐佩峰看到他留下的信赶了过来 见到雪地里的断壁,他震怒到不行 随着血迹寻找方刚的踪迹 方刚失血过多,走到小桥上就倒头晕了过去 却意外摔进一姑娘的小粥里 女子见他伤势严重,来不及多想 芒华州载着昏迷的方刚寻求救助 而齐佩峰跟着血迹来到石桥 看着湍急的河水,只以为爱徒已经拴入河中,生死无名 方刚昏迷了七天七夜,终于苏醒 一醒来,只见到一位姿色曼妙的女子在照顾他 女子名为小曼 见到他终于醒了,十分高兴 方刚则想起自己成了独臂侠 愤怒又疯狂 拿着父亲的遗物断刀 使觉自己不能扬名立万 让地下的父亲失望 小曼又同情,又有几分害怕 方刚看到小曼的样子,才平静下来 道歉自己的事态 小曼鼓励他独闭眼的生活 不能因此放弃希望 方刚在小曼的习心照顾下日渐好转 还能用左手钓鱼 但他依旧很沮丧 如果双手健全,他可以去当保镖 可现在只能靠小曼养着 其实,小曼还蛮喜欢养着他的 江湖有什么好 他们俩人就在这山脚下 过着男耕女支的生活 也挺好的呀 方刚被温柔的小曼安抚着 也开始向往这样的生活 这是两个邪里邪气的江湖人破坏了气氛 他们惊艳于小曼的颜值 脸是独臂的方刚 对小曼轻浮挑戏 方刚气得冲上去阻打两人 一只手哪里敌得过对方四只手 方刚被打翻在地逼青脸肿 眼看小曼就要被侮辱 两坏人的师父出现 喝止了徒弟并对小曼道歉 小曼扶起方刚 而方刚只觉耻辱 自己就是残废 连女人都保护不了 夜晚他难以入睡 不甘地跑到院子里拿出金刀 可独臂的他保持平衡都难 挥刀出招更是困难 他扔掉金刀 越发觉得自己一无是出 暗处的小曼看了心疼 纠结片刻 终究拿出了一本残破的刀布 原来小曼父亲也是个武林侠客 为保护这本武功秘籍而死 小曼母亲仇恨武林 一时契机就烧了秘籍 但很快又后悔 忙从火堆里掏出 可这是这本秘籍已经被烧去部分 只剩左手辅助的招式 眼下方刚也只有左手可用 或许这本秘籍对他有所帮助 于是小曼把秘籍交给方刚 让他自己研究 方刚喜得秘籍 很快学有所成 但会了掌法 还需要一把趁手的武器 方刚想起父亲的遗物 那把断刀 配合他的招式正是刚好 眼见方刚恢复了自信 武功也有突破 小曼为他高兴 但也感到担忧 武林江洪危险重重 他更希望方刚跟他一起 做对简单的农妇农妇 方刚理解小曼 也不愿招惹武林是非 习武只为自保 这样的自己才像男人 他们为了转换心情 决定去城镇逛逛 不知在那里 又会有怎样的奇遇 齐如风的仇家 长臂神魔 一直在研究 奇门金刀的破解之法 终于发现出金刀锁 专门克制奇门金刀 利用卡住金刀的关键时刻 用左手挥匕首暗杀 他把这项破解术 分散给了师弟笑面而让 也就是企图调戏 小曼的那两人的师父 长臂神魔和笑面二郎密谋 正气如风寿宴那天 大开杀戒 并要求弟子们 秘密集训金刀锁招式 笑面二郎的那两个色鬼徒弟 学会金刀锁之后 就不敢寂寞 决定去镇上逛逛玩玩 两人不改本性 在街上调戏良家妇女 被人指责后 还嚣张打上路人 方刚路见不平 挺身而出 色鬼徒弟二人 见识独臂方刚 根本不当回事 结果却被方刚狠狠修了一顿 笑面二郎及时出现 拉走徒弟 要他们俩低调安分点 这时他们又发现 齐如风独生女 跟两个奇门人 原来齐佩 跟他的舔狗师兄们 也来逛集市了 又傻又天真的齐佩 被笑面二郎请去喝茶 不出意外的被绑架了 而两个舔狗师兄 也不敌金刀锁 领盒饭下线 又把色鬼徒弟 来到地囊 想要玷污齐佩 方刚及时出现 直接挥刀砍掉两人的双手 救出了齐佩 齐佩认出方刚很是欣喜 还自作多情地认为 方刚对他有情 只是计划两人身份不配 他表示要以身相许 这一切被小曼听在耳里 误会了方刚 哭着跑了 方刚见小曼误会很心急 更对齐佩失去耐心 冷眼拒绝齐佩之后 便追小曼去了 他跟小曼解释 救人只是为了报答安失 小曼相信了 并希望方刚跟他归影山林 方刚同意了 两人收拾了行李 决定找个世外桃源 开始新的生活 这时长臂神魔 针对齐佩的狙击开始 金刀索果然很可厉害 方刚无数的师兄弟 都惨死在金刀索之下 齐佩仍开始感到不对劲 但对上金刀索都没有生存 好不容易一位重伤弟子 逃得出来 遇上方刚 对他说出长臂神魔的计划 世门有难 方刚如何 还能跟小曼继续旅行 他不顾小曼的阻拦 拿上断刀赶往齐门 齐门山庄 已经被长臂神魔的人包围了 方刚一个人闯了进去 对上笑眠二郎 二人缠斗许久 终于打败了笑眠二郎 齐如风等人正与长臂神魔决斗 他的弟子一一死在金刀索下 仅剩几人正在背水驿站 直到方刚赶来 见到满地师兄弟的尸体 十分悲痛 齐如风欣喜方刚没死 但他仅剩独臂 如何打得赢长臂神魔 方刚没多废话 直接对上长臂神魔 只见克制金刀的金刀索 对上方刚的断刀并无乱用 长臂神魔不信邪 只能改挥边 但也不能战胜方刚 他把身上的箭矢射向方刚 方刚中了一剑 却未倒下 最终一刀解决了长臂神魔 原来那一剑 只射中了他断臂的袖子 为师父解决到仇家后 方刚变向师父辞心了 经此一战 他心中的执念已经放下 终于能释然地跟小曼 归隐山林退出江湖了 而他的师父齐如风 痛失这么多弟子 也不愿再参与打打杀杀 用力掰断金刀 从此不问江湖事 我是阿九 一句再见 桑海便桑田 一句想你 梨花修待遇